娱乐圈中许多的艺人 各自的人生也十分的丰富多彩 有的堪称纯奇 譬如演员何宝生 他出生于一个有著本与资产的家庭 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可是却选择进入演艺圈发展 并离度成为当红小生 后来在朋友的影响下 看怕红尘并低调出家 彻底消失在娱乐圈 如今何宝生这个名字在娱乐圈 已经很让人陌生了 但是他曾经饰演的角色 却让人印象深刻 尤其是《九十六百校江湖》中 饰演的林平之一角 何宝生的人生堪称纯奇 他家境富裕 父亲白手起家 从一个小型工厂做到资产百亿 附加公司的何宝生 原本在加拿大年室内设计 后来因为毕业回来后 何朋友聚会唱了一首歌 而被唱片公司相中签约 成为了一名歌手 1990年23岁的何宝生 加入无限议员班 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23岁的他不禁长相俊朗 身上环带珠一骨子的附加公子器 十分符合无限想要打造的偶像小生形象 当时的无限对他极为看好 与他签下了长达五年的合约 何宝生在无限先是担任的 进歌几曲娱乐新闻演 周末任你点等节目的主持人 之后开始正式拍戏 出演过众多角色 如白饭魔女传中的周一行 海瑞斗言松里的严世帆 连正追击令里面的罗家杰等 那一时期的何宝生 成德上是无限的当红小生 成为唱歌主持 演戏都发展不错的多气艺人 虽然家庭富裕 但是何宝生自小目睹 父亲白手起家 个性也十分的独立 在父亲的培养下 他也是个十分有经商头脑的人 在成为艺人之前 他自己就开始投资生意 不靠父亲的支持 还发展得十分不错 出身富裕 当商人当艺人 都发展得顺风顺水 让年轻的何宝生 开始逐渐膨胀 成名之后的他生活 愈加奢侈 不仅穿名牌开豪车 更是喜欢和朋友一起飙车 甚至迷上了赌博 到了每晚必赌 最后前翠江赌场 搬到自家别墅里的地步 据说曾经还一晚 输掉了价值获益的股份 这样子 最接迷的生活持续了三年 后来何宝生 在拍摄《笑傲江湖》时 受到剧中越不群的半年者 王伟的影响 开始信奉佛教 还多次与他一起到寺庙 听经2005年 和宝生主动与当时的女友分手 并且在父母的陪同下来 到香港宝林禅寺出家 和宝生在宝林禅寺里 经过了一系列严格的佛教考试 一个月后才正式被允许替读出家 主要负责对外奖金 这件事情进行的十分低调 当时的媒体几乎无人知晓 直到2008年和宝生的出嫁寺院 遭遇小偷 他正好撞见病 却因为抓贼受伤 媒体爆出后才知道 这位富家大嫂已经顿入空门 之后在遇到记者访问时 他一再要求记者不要拍照 并说我选这个这么近的地方修道 是不想被人打扰 而他也确实过的是清心寡欲的寺庙生活 每天餐餐念经打扫寺庙 卫生日子过得简单辛苦 身上再也看不到往日奢靡的影子 如今的何宝生早已经消失在了娱乐圈中 据说是云游四海去了 很多人觉得像何宝生这样条件的人 生活中